这一道题,插入函数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使用者定义 然后手机会123,然后串完之后结果放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只要写置定函数的规则,其实步骤都是一样的 所以特别注意,我今天如果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那我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把刚刚的动作再做过一遍 然后把这边先切换到这里,所以刚刚做的就是丢公式 这个是公式,这个是丢结果 结果的话就是没有公式了,所以相对的效率比较高 而且档案也不会 膨胀,因为里面不会有放一些 一堆的公式 但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插入函数 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使用者定义里面会有个叫瓜糊自传函数 那要怎么写 OK,所以首先的话,第一个 切到那个什么呢,一样 Video Basic 然后呢,我们需要做什么 先把它产生一个什么 叫瓜糊自传函数 所以我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 那记得呢,第一个一定要Function 特别叫Sub就是按钮 Function就是制定函数 OK,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贴到这边 叫瓜糊 名称不能跟Sub一样 叫瓜糊自传 我的习惯是后面补两个字 叫函数 OK 反正这个名称 只要不要跟 别的 地方重复用到的话 应该都没有问题,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要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叫做参赛者资料 或者直接缩写 就写掉资料 你给我个资料 那我要做什么 我要在里面检查一下 有没有瓜糊 有瓜糊的话,我就帮你把那个瓜糊里面的资料 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 指定的储存格里面去就好了 所以 这个部分呢 跟刚刚那个蛮类似的 只是说呢 第1个 他给你资料 可是问题来了 不过有的时候你可以参考哪个问 参考这上面部分 拿上面的部分 回圈里面的这个来 做参考就可以 比如说第1个 一样嘛 他要给我资料了 那我需要 针对他做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 跟前面这个还蛮像 A一样 等于呢 In3 去帮我找找看 找什么呢 刚刚是去A里面找 不过现在呢 不是喔 他会给你 给你资料 所以资料里面找 所以呢去 In3 资料里面找 帮我找什么呢 找钱瓜糊 OK Enter一下 然后把这一行 复制一下 这边叫b好了 b是找后瓜糊 帮我去资料里面呢 找找看后瓜糊 的位置 好啊 再来的话呢 其实好像差不多 所以现在呢 你可以拿这个来call 如果什么呢 a不等于 0 你知道 不过其实这边我有点省略 省略什么 省略应该b也要不等于0 应该是 a 不等于0 而且 或者是b不等于0 其中 不会因为a不等于0 那表示应该 总不可能 有钱瓜糊 没有钱瓜糊突然出现后瓜糊 应该没有这种 理论上不会 所以就写成这样 应该是OK的 好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a不等于0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把最后的结果输出 输出给谁呢 输出给他 这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mid 一样 切割嘛 切割什么呢 切割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mid 然后一样把资料给他 mid 资料 帮我根据他给我的资料做什么 切割 里面就是像这个有吧 帮我把它切割出来 哪个字开始 从a 这个一样 a加1 前瓜糊的位置加一个字 逗点 这个应该后面应该会吧 后瓜糊的位置减掉 前瓜糊的位置在减 1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其实你会发现 跟上面好像有蛮多的一桶的地方 其实这一段 跟中间这一段 你会发现 其实只要把这个sales id的a栏取代成 资料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取代成 这个瓜糊字串的函数字本身名称就可以 其他有没有 像这个 这个是资料 其他都一模一样 OK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OK 所以在check一下 in3 帮我资料找前瓜糊 位置放在a 找后瓜位置放在b 如果a里面不等于0 表示说 它里面有瓜糊 那我就切割 如果没有瓜糊呢 那我什么事都没做 好 那试试看 这个时候插入什么呢 使用者定义出来了 瓜糊字串也出 瓜糊字串也出来了 按确定 资料 给你一个资料 那如果呢 里面 这个 什么都没有 没有瓜糊的话 按个确定看一下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基本上 如果有瓜糊应该是对的 但没有瓜糊变成什么 0 奇怪了 怎么会是0呢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呢 如果你没有瓜糊的话 它就不会进入到这一行 那也就是说怎么样 其实瓜糊字串函数本身的预设值是多少 就是0 也就是你什么事都没做 输出 就是0 OK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说呢 我直接呢 把刚刚这个等于0这个状态 把它改变的话 两个方法 一个是什么 干脆我就直接 初始值 把瓜糊字串的初始值在第一行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就好了 OK 反正0嘛 我就先给他没有 如果你现在有就盖过去而已 如果没有还是没有 这样不就OK了 基本上改加这一行之后 剩下来其实不用动 你只要怎么 在这个公式任何个地方再重新打购一下 它就恢复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 这样写出来的好处 将来你根本不用记 fine med if where 都不用 写完了 事情就解决了 你以后插入函数 用这个函数就好了 你根本不用管哪个函数 也许 尤其是越复杂的事情 越需要用到上这样的方式 你如果你有解决 你不用根本不用再重做一遍 OK 还是sub好像方便 sub按下去就好了 那方选你可能还是要再插入函数 再去找到使用者定义 最后另外还一个 我刚讲就是你给预设值 把它变更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什么 if 刚刚这个叫一重逻辑 可是呢另外有一个两重逻辑什么呢 加一个else else是什么呢 else其实意思是反之的意思 这个上面这一行是 执行为true 就是说呢如果有刮胡的时候呢我处理这一行 但是如果没有刮胡就else 反之哦 那反之我要做什么 其实你也可以甚至另外一种改法 把这一行 放在这边也可以 也就是说呢 把那个刮胡之后函数的初始值 不要放第一行 放在这边 当他什么呢 反之就是说当他没有刮胡的话 那我给初始值 两个写法其实都可以 像加一这一行 打个勾 其实结果应该也是一样 像这样填满 也不会有不一样 只是说哪一种写法比较简单 好像是放在第一行 就不用else 不过 我为什么多 多写一个l 因为 就是自动帮你判断 因为其实城市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各种情况 我都帮你判断好 自动什么地方 该放什么颜色 放在哪里 放什么资料 怎么样显示 其实这边的话 关键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逻辑 逻辑的写法 恐怕也顺便学一下 所以顺便 我建议是把它写成这样 因为顺便你有两重逻辑的写法 你会了 那未来多重逻辑 你就 比较能够接得上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制定函数的写法 画面 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切一下 那这一行 其实云端上也有答案 OK 所以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尽量还是 可以 按照 自己的 逻辑 你自己写 可以写得出来 那表示你真的学会 像这种东西 尽量不要用死背的 其实背这些东西 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通常我们会写这些都是 按照 画面上我看到 我需要做出什么结果 而去写下一行 那 写的方法里面不外乎就是 用那个回圈 做重复的事情 然后用变数去取得一个会改变的值 然后用逻辑判断 去做 你要不要去做某一些动作 或者是说你 把它跳过去 甚至是说做反向的处理 等等的逻辑的 这种 处置 那这个 就是 城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其实还会 反复的出现 这些东西 OK 那请各位试着把制定函数 这部分给写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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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